反穿衣服倒穿鞋 黑板上这句话那是谁写的呀 老师 我写的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叫反穿衣服倒穿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反穿衣服倒穿鞋 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穿着打扮呢 其实这句言语说的是一个笑字 这句话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 话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屠夫 性格很是暴躁 家中有一位老母亲 因为家里贫穷 他就嫌弃母亲年迈无用 稍不顺心就对母亲横速挑剔 嫌弃家穷母丑 而作为母亲依旧对她是百般疼爱 虽然如此 但这个屠夫平日里却喜欢烧香拜佛 尤其对菩萨非常的恭敬 有一天 他听说菩萨经常现身于普陀山 便决定去看菩萨 屠夫日夜兼程 披星戴月地赶到普陀山 在山上住了几天后 听很多人都说看到了菩萨 唯独他自己没有看到 菩萨非常的失望 气急败坏地问药里的和尚 为什么别人都能看到菩萨 而我看不到呢 于是老和尚就点话他 慈悲地笑了笑说 你知道吗 菩萨刚才来了 很想跟你说话 但是这里人太多 菩萨让我告诉你 他去你家里等着你呢 你现在赶紧回家 就能见到菩萨了 屠夫听后转路为行 赶忙又问 那菩萨长什么样 师父以注心肠的回答 菩萨长什么样 你不会形容 我只能告诉你 他的穿着和打扮 当你回家时 看见反穿衣服 倒穿鞋的人 那就是菩萨 屠夫听后又年夜赶回了家 回到家时 已经是半夜三更 他咚咚地用脚踹门 想马上见到菩萨 有句话叫 苦乐冷暖须自料 儿行千里 母朋友 这是一句流传千古 永恒不变的真理 屠夫的母亲 正为儿子出远门 彻夜难眠 忽然听到紧张地敲门声 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 慌乱之中 不小心把衣服都穿反了 鞋子也穿到了 亮亮强强地跑到门前 当门被打开的瞬间 屠夫看到反穿衣服 倒穿鞋的老母亲 一下子就惊呆了 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菩萨一直都在家里 还当即跪地不起 声味俱下 从此他不再去求仙问道 而是把母亲当菩萨善待 奉养天年 这就是反穿衣服 倒穿鞋的由来 说的就是一个孝字 羊有贵乳之恩 鸭有反哺之意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百善孝为先 都明白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